各位觀眾, 到了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奧運園滿結束, 今屆香港成績非常好 我相信不少香港人看得非常開心 但除了奧運好看之外 相關的運動股, 今年表現得非常好 浩德,你可跟觀眾分享, 近來香港上市的體股股表現如何? 香港有幾間上市公司, 歷史較長遠 例如安踏、李寧 國內做得不少日子 今年股價不差 其中一個很大原因, 今年是奧運年 本身是去年2020年 疫情關係, 退去今年 但整個運動用品的需求是不錯的 不單是國內, 其實全球也是 再加上今年比較特別 今年在中國大陸, 國內的品牌反而做得特別好 相對於一些愛國品牌 一開始, 大家可能記得在4月份的時間 有一個所謂新疆棉事件 令到國內的消費者, 有少許捨棄了國外的品牌 買多一些國內的品牌 支持國貨 支持國貨 其實這也是所謂國潮的趨勢 近幾年, 都有慢慢出現 因為過往, 國內的消費者, 都喜歡國外的品牌 覺得, 品牌的形象、品質比較好 過去幾年, 民族意識比較強烈 所以, 支持本土品牌的行為更具體 第二, 因為很多公司, 慢慢都越做越大 中國大陸, 已經成為世界工廠 很多外國品牌, 就算是一些最一線的品牌 其實他們的生產基地, 都是中國 所以, 當國內的品牌, 他們有一定的市場之後 他們只需要投放多些資源 無論在產品研發、產品製造 出來的整體產品, 都有一個競爭力 近幾年, 都已經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現象 國內的品牌, 尤其是潮流的品牌 其實, 多了國內的消費者, 支持 過去幾個月, 正正這件事 令到國內的品牌, 競爭力和生意的增長 其實, 超越了大家聽說的, 例如Like, Adidas 這個情況, 根據最新的觀察, 七、八月份 即使新疆綿的事件開始淡化了 但仍然國內的品牌, 仍然搶佔市場 未來幾年, 最大計劃, 國內做安踏 市場的市場份額, 都是10% 在中國大陸, 只有一成的市場份額 如果國內的消費模式, 更加傾向國內品牌 這條路, 還可以走一段時間 我覺得, 運動產品的好銷, 產業的發展 與奧運的關係, 未必那麼直接 這個行業的好轉, 已經在奧運前出現 當然,我沒有你看得那麼緊 我的感覺是, 奧運是, 比數個奪標的人威風 運動要普及, 運動產品才可以好銷 我相信內地的重要因素, 中產階級突然膨脹 中產階級, 注重身體健康, 注重運動 如果以前, 勞動人民, 必須什麼運動, 勞動也足夠 現在運動, 不單要鍛鍊身體 運動亦是一種時髮 要配不同專業的鞋,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又要穿衣服 花款神多, 才有這樣的發展 另外, 我印象中, 李寧曾經跌到很慘 公司差點維持下去, 都有問號 亦看到中國品牌, 犯錯誤, 受過錯誤 但調整過後, 透過管理上的改善 有些公司都扭轉了局面 即是中產階級, 更大了 另一個是, 公司本身的營運能力 向國際水準拉近 我相信, 如果要成功, 剛才你剛才提及, 安達在中國只有10% 只做中國市場, 仍有很多前景 如果要做世界市場 現在, 好像有些人都想向世界進軍 一旦世界市場建立地位, 前途更加無可發限量 所以, 你一方面看到, 大陸在政策上 對某些產業, 例如教育培訓工作 互聯網平台的功能 作出比較多的限制 但實際上, 內地仍有許多板塊 許多企業, 國家政策上支持 所以, 不需要完全放棄中國投資 沒有機會 近來有消息, 投資者可能對中國投資 暫時會停止 因為擔心政策風險比較大 比較難估算 西方有些投資顧問, 認為這段時間可能是投資的好機會 引起理取 施生講過幾個概念 其中一個是, 公司的質素和幾年前比 12、13年曾經有很大的問題 現在上市的體育用品公司 究竟跟當年開分店過多或存貨有問題 是否實際上, 有很大的變化 我自己的觀察 大家看到, 很多體育用品股 如果追溯它的歷史 大部份, 當日都是在福建的加工廠 當日有很多運動代工, 在福建工作 慢慢地發覺, 原來出口給別人一雙鞋 可能是加工費收到幾元 但如果將這雙鞋, 拿出國內市場買 當日的價錢, 價錢可能是100元左右 他們上市會慢慢發展國內市場 剛好, 過去十多二十年 剛才施生說, 中產開始崛起 市場可以膨脹 但你見到, 很多經營的思維 都是工廠的思維 甚至早期, 有國內品牌 很多都沒有品牌經營的概念 很多銷售都透過經銷商 通常都是一個品牌 每一個省找一個經銷商 再下跌, 用Fanchise 形式去做 市場一路擴展, 順風順水 這個營運模式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不停地出貨 當市場競爭越來越大 如果增長不太一帆風順 其實中間會出現很多問題 例如, 全貨管理太多, 退貨 可能有些Fanchise 拿了很多貨 心紅時間, 賣不出的時間 就會形成了品牌形象有問題 明明你賣500元的一雙鞋 為了散火, 強行200元都賣出去 很多這些管理, 過往就不出現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發展 很多用品, 管理的模式開始不同 可能部份會直接管理 避免了直營店 會有直營店, 形象 做好形象, 因為現在 你不需要追求門店 很多人可以網上去做 所以, 花時間在形象, 比起規模更重要 在整個行業, 經歷了十多二十年發展後 你見到他們的經營模式, 開始比較成熟 一般人覺得, 大陸的製造業, 還停留在來了加工 但實際上, 這十多二十年 大陸的企業, 進步很快 例如這些牌子 我見他們有時會請外國大牌子的CEO 或者對管理品牌有經驗的人 所以他們現在的競爭能力 已經不是舊時中國的公司一樣 現在你另一個CEO, 都不是中國人? 我印象中, 他們在某些地方, 是很大膽、很開放 例如香港的企業, 並不敢請外國人來主理整間公司 他們才成功地, 將一些已經成功的經驗, 從外國人引渡 所以接下來, 我們看中國企業的角度、觀點 不可以停留以前的狀況 你才能看到公司的潛力 詩先生, 剛才提到, 他們要衝出去 所以管理上有些新思維 在香港上市的用品公司, 哪些是外地的CEO 甚至近幾年, 多些拼購買不同的品牌 剛才提及過, 李寧的CEO 因為他們剛出了業績 他們的CEO, 並不是中國人 如果提及體育用品股, 例如安搭 除了有自己的品牌, 前幾年都很成功 Villa, 在國內裏面 是一個外國品牌, 不過主工都在中國大陸 但現在Villa, 中國大陸已經是最重要的市場 基本上, 比Franchise 回來的時間大了很多 他們都做了一部, 早兩年, 買了一間公司, 叫AIMA 一間歐洲公司 大家都相熟的運動牌子, 例如打籃球朋友, Wilson 他們都是做球賽 現在超過一半的市場, 都在中國以外 這是一個頗好的發展模式 在大陸的本土市場, 做得成功, 脫穎而出 有一個基礎後, 透過自身的品牌 或者資本市場有足夠的份量 他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大規模的拼購 令到他們的發展, 開始打一個世界波 並非單單限在中國市場 正如C3 說, 中西方體育用品企業的優勢 大家比資格拉近了 還有C3 提及的政策幫助 剛才提及, 不少其他企業或板法 近來出現了一些限制 但我知道, 全民造運動, 現在在內地受到支持 可以選擇一下, 這方面是否對他們有幫助 這個新聞應該是上星期的 剛好幾天, 大家說不准補習後 大家怕小朋友不補習, 就去打機 另外, 也出了一些文件 或者官媒上說 都要控制一下, 青少年打機 過份沉迷, 內容等等會否影響成長 相關就是, 既然不補習 不斷打機, 不如全民健身 剛才有一個新聞 希望國家都鼓勵人口多些做運動 其實原意都是好的 大家知道, 整體人民肯定期做運動 對於心理和心理, 醫療的開支都少了很多 當然, 全民健身, 暫時是一個比較大的框架 每個地方, 相關的支持和鼓勵, 資助要多些 細緻的措施, 大家會看到更多 大家都相信, 在國內, 每個大政策出台後 東西就會陸續浮現 我聽過毛澤東說 發展體育運動, 增強人民體質 是否原文, 大概是這個意思 發展體育運動, 主要目的是增強人民體質 而不是發展體育運動, 勇奪奧奧獎牌 如果運動變成奧獎 其實, 跟奧運最初的精神不同 奧運開始時, 堅持熱餘化 以前不贊成職業化 NBA的籃球員, 不可以參加奧運 因為一旦職業化, 會扭曲了體育的原意 健身、交流 一旦要奪標, 身體未必有益 有很多奧運的奧運, 曾經獲獎 我記得, 美國有一個短跑好手, 叫姬飛鎚 是女性 40歲左右, 一鳴烏夫 很多運動都受傷, 過渡催谷 運動本來是鍛鍊身體 運動變成傷害身體 所以奧運, 初初不贊成 但現在, 大家也要奪標 一奪標, 就不能不直接化 要全部精神時間, 都去培訓 以前不是的, 有一個做會計師 有一個做工廠工人 才可以參加奧運 即你有正職 有正職, 熱餘才做體育 但如果熱餘體育 你根本不可以 現在香港的運動員, 都差不多全職 要是在體院, 做老師, 做學生 全職訓練都可以 反而會令到運動和土羅大眾脫節 現在亦都造成, 要參加奧運 你差不多要放棄很多東西 小時候要培訓, 放棄了你的童年生活 放棄了你的正常學習 這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大陸不知, 會否有朝一日說, 奪標都會省了 這可能是另一種 看來現在, 奧運變成國力的比拼 國力再加挑戰人體極限 所以需要很多訓練 無論如何, 政策支持內地體育的用品 或活動, 應該會對相關辦法有幫助 我們說完中國, 或美國 過去一集, 曾經提及過美國的通脹問題 無論通脹情況有甚麼變化 美股仍然非常厲害 近來又繼續創新高 你如何看近來, 美股走勢 很多人都覺得應該下跌 但已說了很多年, 甚至更長時間 都仍然繼續向上升 投資者應該怎樣做 先說一說, 現在美股 最新都是所謂破頂, 即是創新高 第一, 股值, 從歷史去比較, 一定是偏高 但大家都要明白, 背後能夠支持 他們這麼高的股值 一則, 因為去年疫營之後 公司、整體經濟, 慢慢開始恢復 看起來, 好像一個好的盈利增長 第二, 因為錢放了很多資產 大家都集以為常 但現時, 規模是蠻誇張 例如, 聯儲局有8萬億的資產 現時, 全球負利率的資產, 也達到16萬億左右 最新,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其實有一個經濟指標, 美國的經濟增長 以及貨幣供應 有部份經濟學家都出來說 已經虛耗了流動性 其實已經放了這麼多錢出來 支撐了現時, 現時已經過分地透支 所以, 大家會開始擔心 究竟這件事會怎樣處理 之前, 大家開始覺得 通脹的壓力會來臨 接下來, 可能會收水 可能利率也會轉變 之前一段時間, 大家好像拋主腦殼 但這件事, 近期開始浮現出來 包括, 美國債息 在兩個月急跌後, 開始向上 大家開始證視問題 甚至乎美國聯儲局, 雙方官員都開始 多點出來說 實際上, 所謂的收水 會否今年第四季, 開始出動 這件事, 我想是 未來主宰到, 尤其是美國 作為股市的大方向 美國, 由之前聯儲局, 一路放聲氣 通脹是臨時性的 不會持久的 但現在出現的情況, 並不是 可能需要提前收水 即使不提前收, 也要提前提及 接下來第三、第四季, 一定會提及 每次開會, 都會提及 聯儲局之前, 為何不想承認要收水 我相信, 美國的經濟, 未必經受得起收水 剛才你說, 股票價格上升 與政府放水有關 與中國不同的地方, 中國政府認為, 金融是次要的 實體經濟是重要的 所以, 中國政府將股市搞到一錢不值 他都覺得, 無益的, 我頂得順 但美國, 未必頂得順 所以, 聯儲局對收水, 非常擔心 如果連表面的繁榮都沒有 人們就會專注到實質經濟的問題 我認為, 現在美國的經濟復甦 他自己承認, 很大程度是依賴消費 而消費能力, 從特朗普以來 拜登利用財政政策, 不斷派錢 疫情不好, 經濟不好, 唯有派錢 如果消費力, 來源於經濟增長, 工資上升 這便會持久一點 如果靠派錢, 不派錢 這便會持久一點 聯儲局, 如果不派錢 如果不派錢, 股市又會有壓力 消費又會有壓力 所以, 未來美國的經濟, 會出現變數 第一個反應, 美元會強 但美國經濟出現問題, 美元還強不強 這方面, 我認為是有變數 大家要密切留意 先生, 美國很多次都會說, 要頂多久 用這個方向, 短期已經出事? 短期, 大家都覺得, 沒那麼快 短期加息, 還未有 所以, 先要加息, 開始收水 然後, 才有效應 在股市, 在整體經濟上反映出來 反映出來, 才會慢慢發覺 經濟在貨幣政策改變, 財政政策改變之後 原來, 無以為計 這也要去到明年中, 才會出現的情況 可能會比較漫長的過程 在管理錢方面, 如果美國有機會加息 你會否減持美股 我的思路是, 現在這段時間 去判斷聯儲局的貨幣政策 似乎是, 他們都說了幾次 他們最關心的是, 貨幣政策市場 如果大家看到, 美國的貨幣政策市場 無論是創造貨幣政策, 或是工資 有明顯的改善, 可能會令聯儲局早點收水的決心 或者空間是快的 這段時間, 都漠視通脹的原因 因為, 他們想補就業 如果補就業, 可能會出現問題 過去一段時間, 就業情況未去到最好 但, 資金便供股市, 已經投資了 如果聯儲局看到, 就業情況開始改善 他們可以有空間, 在收水上高 能夠靈活到大一點 這個節奏, 應該會這樣看下去 剛才施先生所說 其實, 貨幣政策市場有幾步 第一, 貨幣政策市場吸收了2018年 第四季, 突然想收水, 但市場似反方向 當日,對金融市場的震動都很大 所以這次, 貨幣政策市場會逐步調較市場的預期 應該會是先收水, 後再利率會轉變 我覺得, 利率的改變, 可能是明年下半年 買債, 每個月1200億 這個規模, 到今年第四季, 可能會逐步改變 如果吸收上一次的經驗, 應該是2013年左右 由聯儲局開始說收水, 到真的落手落腳 在空檔期當中, 金融市場的反應, 還未很震撼 但一旦開始了, 可能對市場的反應, 又會比較大 大家也會一直觀察, 時間性, 收的規模有多大 大方向收水, 市場都有預期 但做得多快, 多急, 才會判斷市場的衝擊 綜合兩位的意見, 短期應該暫時未有問題 但在高位時, 高追, 都要量力而為 謹慎, 看看市貸發展, 會變成怎樣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可以去網頁或YouTube Channel 多看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請問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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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真 請問可看 當然 請請問可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